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Stable Diffusion Vibui的一个搭建 这个搭建好以后呢,还可以在上面搭载Novel AI 都是可以加载各种各样的基础模块的 基础模组 然后这个东西呢 简而言之就是它是一个通过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去计算 这个图形,处理图形,生成图形的一个平台 之前我们都需要在互联网上去使用在线版本 然后现在由于某种原因 这些版本有些是已经公布于众了 那么这里有很多项目 我们选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在Kithub上有一个Vibui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它的简要操作过程 部署方法 这个是针对Windows的教程 我们稍后会制作Mac的 大家看到这个Github的链接里面可以有这个Python的安装程序 然后我们这边要下载64位的 现在的操作系统一般都是64位的 不过大家还是到系统的主星里面去看一下 首先安装Python 安装3.10.6 不要安装其他版本 其他版本的话可能和这个套件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都很难说 出任何问题的话就比较麻烦 OK Python在Windows上的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这样装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安装Git Git连接是这个 我这个系统来回切 是因为我是在Mac系统上去远程连接Windows的服务器的 所以窗口是两边同时切 然后我只是把这个链接复制到Windows系统里面去 在Windows系统里执行 其实是一样的 大家就理解成在Windows系统里面执行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那个Git下载好了 点击安装 Git的安装里面会有很多个下一步 Next 这个不用管它 就一路下一步就行 因为我们主要是使用GitClone这个语法 用Git去Clone 把这个Github的项目给抓下来 OK安装完成 这时候我们打开控制面板 打开控制面板去查看一下有没有安装这个Microsoft VC++ 它里面有一个指定的对应版本 如果之前在这个控制面板里面已经有了各种版本 那么就直接进行下一步 如果出错的话 就按照它的提示看一下 是哪个版本缺失 然后它会给那个安装程序的下载链接的 下载好以后安装一下就行 我们执行这一步 我把这个目录切换到桌面了 然后执行GitClone 这样的话它就会克隆到我们的桌面 稍后就可以看到 这里多大打开了一个窗口 不用管它 好桌面上已经有个叫StableDiffusionWebui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进到里面 这里有个叫Webui-user 等会我们会执行这个命令 来进行进一步的部署 这个命令既是部署 也是启动服务 第一次执行的话会连带部署 第二次的话就是直接启动服务了 好接下来我们试着去导入一下这个模型 那我这里下载了两个模型 一个是从其他网站上下载下来的 Novo AI这个模型 另外还有一个StableFusion的1.4的版本 只要把里面的model.ckpt 这个文件付出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checkpoint文件 是模组的一部分 有些模组会需要一个yaml的配置文件 但是这个不需要 OK我们这边执行首次部署 首次部署执行 然后他会进行一些标准化的安装 这个会执行挺长时间的 所以我们只能耐心等待 如果网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使用一些特别的方法 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这里执行还比较快 因为是在公司的网络 公司的网络的话会 这个访问国外网站会稍微快一点 OK我们让他再一边安装 接下来给大家正好介绍一下 这里有一些特别的网站 这个网站网址我就不放大了 这个网站是一个可以下载一些模组的地方 但是这个pt文件我并不知道怎么使用 还没去研究过 上面有一些不错的模组 然后这里是另外一个up主 它的一个分享链接 我的这个模型就是从那儿分享过 下载下来的 当然它好像已经打包的非常完整了 根本不需要部署 大概我没有用它里面的所有文件 我只用了它里面的那个ckpt文件模组文件 好到这个程度下 基本上可以算是部署完成了 我之前在这边愣了好久 以后还没完成 其实它已经部署完成后 启动了这个服务 当你看到那个网址 看到了那个网址htp 然后是什么7860的端口 就说明它已经部署完成了 并且已经启动了服务 我们这边又命令检测一下 这个服务是否是被监听状态 也可以看到是127.0.0.12 它没有0.0.0.0 冒号7860 说明它不能从远程访问过来 它只启动了一个本地的回环服务 所以我们只能在本集上访问 任何改防火墙都没有用 好 这里复制一段 我以前生成在其他的平台上的一段prompt 粘过来 点击generate 理论上来说它直接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现在是v1-5 它1-5的sd 也就是stable diffusion的模组 用它来生成图片 就只能生成它可以生成的式样 所以生成一些动漫图片二次元图片可能会比较困难 我们先把复关一下 刚才我们不是已经下载了一个第三方的novovi的模组 现在要把这个模组复制到这边来复制到这个文件夹这个目录 这个文件夹这里面可以放模组 这也是我们下载下载的模组 粘过来 粘过来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服务重新启动一下 别忘了启动服务 没启动服务的情况下 这个网页是打不开的 我们稍等片刻 这个加载第二次加载的话会比第四块很多 因为它不需要部署 但是模块的加载这些部分是省不掉的 好 OK 看到那个http的网址了没 它这个就是指引我们应该用使用什么网址在本地来打开这个网页 这个平台 我们重新打开就相当于刷新的一次 然后在这个左上角已经看到是model.ckpt了 说明它已经成功加载了 好 我们再把这 再把这个文字复制过来 这个prompt复制过来 点击 generate生成 它底下这些参数呢 默认可以暂时不用去管它啊 有一些是一次生成几张图片的 有一些是迭代几次的 还有执行步骤几次的 这些都 嗯 在我们这个测试平台的时候都还不需要去设定啊 可以看到生成了一些 这个 姑且尚可的一些照片啊 一些图片 但是完全应该还没有达到一个 可以可以看的一个一个程度啊 太草图了 然后生成了几次 我会发现基本上效果也就那样 这是什么原因呢 啊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而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参数调优 一方面是这个sampling steps的这个步骤啊 没有很多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加 我们可以也可以去加载第三方的那种 travelout mix或者 lorelore的那种模块 对吧 那种人物模块 它也可以优化 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 好 那我们现在再做另外一件事情来验证一下啊 能不能把这个真人图像给输出出来 我们把刚才那些文字复制一下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真人图像里面的关键字 生成成 二次元的动漫的这个风格啊 因为novo vi 它众所作之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图像生成引擎 哎 风格是类似的 但是生成成这个 2d的图片了啊 我们再切换回这个v1.5啊 这个v1.5是我们在部署的时候他默认从库里面去下带的啊 并不是我们自己去复制进去的这个模组 另外底下那个sample method啊也是可以去改的大家可以多试一下效果啊 在windows底下生成还是相对比较快的这取决于你的显卡和你的cpu内存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目前已经可以生成到这种程度了啊 应该说质量还是不错的比较接近于真人了 ok 我们再加一些这个光映的参数啊 这些都可以自定义 然后把这里一些文字删掉 因为文字提示符有有重复啊 好点击生成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教程我们就做到这啊 这个效果能看出来已经比之前好多了啊 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微调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也会提供mac的教程啊 等之后研究好了以后我可能还会提供一些lord第三方模块的教程进行期待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教程就做到这